圣经诗篇第九十四篇 耶和华,你是伸愿的神 伸愿的神求你发出光来 审判世界的主求你挺身而立 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 耶和华,恶人夸性要到几时呢? 要到几时呢? 他们啰啰嗦说恶慢的话 一切作业的人都自己夸张 耶和华,他们强压你的百姓 腐害你的产业 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 又杀害孤儿 他们说,耶和华必不汉见 哪个的神必不思念 你们民间的畜类人,当思想 你们愚患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 做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 做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 管教列帮的,就是叫人得知识的 难道自己不情自人吗? 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 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 唯有恶人陷在所滑的坑中 因为耶和华必不吊弃他的百姓 也不吊弃他的产业 审判要转向公义 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 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 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业的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直正之中了 我正说,我失了脚 耶和华,那时你的慈爱扶助我 我心里多忧多疑 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 那直着律例,嫁弄,残害 在胃上行艰护的,岂能与你相交吗? 他们大家聚集攻击疑人 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 但耶和华,乡内作了我的高台 我的神作了我投靠的盘石 他叫我们的罪业归到他们身上 他们正在行恶之中 他要剪除他们 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 圣经读不愿,上帝,似乎他只有话语 我们的罪业